敬委会入品突然间很少 上一单是什么呢?潘乐图 我又要拿出我的书了 竞争条例的实践与解读 这个就是我写的法律部分 你看见我的名字在这里 当然另外有个经济学家 我的大名在这里 本书有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他在做什么呢? 敬委会告他 上一次潘乐图也是用了这东西 叫做宽代协议 宽代协议上次他都说了 宽代协议暂时不告 不是等于不告 还没完 这次还没完 宽代协议就是仁慈的协议 什么呢? 不告你 在现在来说不告你 但是呢 他就说不会向你则的法律程序 就是不会用竞委会条例告你 那就很严重了 是吧? 但是公司管制人无需被罚款或者面对法律责任 但是呢 依然可以呢 可以呢 会被这个民事追究 就是不知道哪些人民事追究他 最重要是官方不告你这就完结了 官方就会谋告他的竞争对手 整件事怎样呢?两大竞争图合谋定格 是吧? 修荣金比赖 什么为之合谋定格呢? 就是合谋定格 说定格 违反了在竞争条例里面 就是濫用自由经济的竞争手段 干扰了自由经济 为之濫用了 第一行为守则里面呢 就是有合谋定格 瓜分市场 市场 市场合谋定格 价格违标 限量生产 限量生产 联合采购 交换资料 集体杯葛 是吧? 行业工会都搞 标准化所有东西 总之有害竞争 是吧? 就是操控价格 这样 类似 这些就是第一行为守则了 是吧? 违反了那个守则就能告你了 这样 例都不多的 有机会再分析一下 一时三刻就没写过书 但是又没什么更新 几年都没留意 但是大家知道 这些在欧洲来说 就是欧洲的竞争委员会 欧盟那个很有效的 他主要的工压是什么? 是有法例了 告你就可以无限罚款 但是你当然跟他打官司打到底了 可能打十年都打不完 逐个字 逐样东西去拗 这样 有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 你合作 是吧? 就是比如你在搞这些协议 突然间一喝的时候你停了 是吧? 赔款给这个竞争委会 然后就取消了这些 那就大家都好做 是吧? 不拗法律定义的问题 这些其实好像刑事检报里面一些 讲数 讲数的程序 他就放大了这些程序的意思 但是这次呢 你直接看到一个大问题的了 两大陆人 令市民买一手的时候实际付出更多 更多的佣金 那他们呢 就是不肯減佣金的 付出更多的金钱 是吧? 于是他就向一个特别的竞争事务委审裁处 这个等于是法庭来的 就是高等法院由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坐的 是吧? 向美联及美亚美联物业 香港置业及五间公司之内的程序 他们要求前线地下销售一手价的时候不要最少2%收佣金 这些是合谋定的 是的 合谋定的 就说违反了竞争法 因为你可以1%所以可以再少一点 0.5而已 这些就是自由竞争了 大家都不要做坏的事 太普通了 虽然你去街市买烧肉 你看到这档加价 我去第二档 你回到第二档又加了价 是吧?我这么多次都是 那你有没有合谋呢? 为止吗? 他们有没有合谋? 他说不是 我看到他加价 我也不太够了 那我又加了 加仙加后可能都不会 通常是同一人 如果你看到大家加价 大快会有加价 他们之前有没有通过声器 是吧? 不是那些人突然涌过你那边 当然有了 理论上呢 理论上呢 敬委会就要禁止这些事情了 所以现在正式呢 签订合约 一定要收两个巴士 梅勇 合谋定下中原地产 利家国和因为率先 利家国和中原 哎呀 我都不太知道 现在知道了 美联 美联 香港企业 美联属下 美联转型公司等等 就在一起 现在就起诉他们了 但是呢 因为率先和敬委合作 即是施老板呢 和敬委合作 就可以获得宽怠 宽怠即是不告他 但是呢 买家申索等民事责任呢 你会去吗? 那两个巴士你会去告回头吗? 那你告他什么呢? 请问你告他什么呢? 又没有集体诉讼? 即是有哪个大屋楼盘是中原地产的 他收了你两个巴士 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去告他呢? 很明显他是合谋定下 就是收了你两个巴士 是不是你作为买家去告他呢? 那我就建议大家去问一下敬委会了 即是呢 怎样他怎样可以说民事要求他退回 是不是? 即是退多少呢? 应该都退了 是不是? 你犯法了 还不应该都退了 是不是? 那日品壮志 美联和建议的中原 即是施老板 六度开会讨论改善营商环境 即是大家谈谈 为大家这样 现在有楼盘又少了 是不是? 施老板已经走出来 周围又喊打喊杀 又要减辣又成 挽救楼市 所以施老板的角度和地产商人的角度 我们正在拯救香港 这么多声音 但是又要走去 我觉得施老板一定是主导的 名气大 美联哪个商界色 我们不知道 但是施老板出来 带动商界一起要求整个简末都能做到 非常成功 但是原来背后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他反而没事呢? 敬委会没有控告同案的中原地产代理 如果大家要比喻两件事 虽然性质有些不同的 但是比喻就是他不是做金手指的那个 是不是? 或者不是他刀 即是已经黄了一件事 他率先说 我跟他立了 你就是告他 你们两个一起合谋了 你分分钟 我猜的 你猜都猜到 施老板这么担心 当然是他主导整个计划 一爆锅推给对桑 推给你引诱去做这个合谋的人 你在敬委的立场 随便有人告 这就很威力了 拿彩了 可以跟国安处争功了 我们又维护香港的什么自由竞争了 但是你想想这件事是不是很荒谬? 两个人在立谋 你告其中一个不另一个 因为那个率司 但他还不是做什么 就是不是做污点证人 你知告这个47人这么大件事 都是找了四件出来 他们做恐慌证人 都没有给他 只是说最多向法官求情写个报告 没有的 他不是污点证人 他没有特赦到的 那四个就是中感论 是不是 欧乐轩这几个没有特赦到他 他只是同意做恐慌证人 通常是律政史就会美言几句跟官说 求情那里有着数 是这么多东西而已 但现在不是的 只是宽待他 就是他提供资料协助调查 你犯法 然后你要提供资料 你要引诱对方犯法 然后你要提供资料告告对方 还打击了对方 你就没事了 是不是? 所以警察会不向这个公司治安程序 这个看到什么呢? 这个警察会是没用的 做不到大案 难得有一宗似乎是大了 算不算大都不知道 看看涉及多少额 他就很想告得到一间这样的事 所以呢 也就是了 是不是? 萧老板就没事了 因此而没事 但是整件事 你不就是另一样在商界消失的已经没什么了 就是道义、伦理这些 黑社会都有道义、伦理 这些反而没有 这些是做大生意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沦络中 整个商界都在沦络中 是不是? 我当然不是说他对了 那你就查了 你查到的嘛 就是应该告他嘛 你们叫地产行业的人这么多污里的东西 那你就整顿了 告一次 整个行业都干净了 不知道你们萧老板做不做中原好 开个几单 几间地产代理的公司都好 那个行业的人都清楚 现在行业的人不是不清楚的 我黏着萧老板就好些 不如去萧老板 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健康的行业? 原来萧老板可以讲素 我们去做这些坏事 去主动合谋定价都没事 是不是这样呢? 表面看起来最少是这样 是不是? 根据案件的时序 中原和美联先后在2、3月撤销佣金指示 为什么只是宽态中原呢? 净委会只是宽态 首名提供资料的业务实体 只要斗快和该会合作 就有机会获得宽敏 是不是? 但是在那里讲 跟地产互动过程 他就强调 这个警委会行政总监就强调 中原虽然获得宽态 仍需面对买家的诉讼后就违规矩行的争议 例如金权损失的申索感 我告诉你一定没事 你根本就告不到他有什么东西 你证明不了的嘛 你也不可以除非警委会和你查 是不是? 你哪去查?你普通人怎么知道地坦代理背后搞过什么呢? 是不是? 当然你可以按照那样东西 你按照那样东西 即将来警委会整个报告出了 发生过的事 那些是facts 你一个人不是几万元佣金 你给了他 是不是? 接着你去追他 他说怎么这么惨我失业 现在叔叔 都给你做了事 多多少少 是不是? 你都不为以甚 如果你成功赚了就更加不介意的 有什么呢? 这些东西 总体来说的风气就是 你靠政府 你的警委会去端正社会的风气 靠你的嘛 现在你就不是 你就只是为了做一件案子 就鼓励你们斗快督对方 斗快做坏人 是不是? 我觉得整件事很荒谬 这个警委会 对不对? 我觉得你奖来别人做影子 好像文革那样 你出来斗父母就行了 还有奖 像什么样子呢? 没错 你有效管治整个中国 是吧? 就是靠这些互相睹背脊的做法 但是你也不是赞成 这些商界是这些麻烦的事 但是你做事有时候要考虑清楚 有个不好的效果 你为了要做一件案子 没什么 是不是? 是人都哗然才算 我都哗然 搞这些事 你说施老板没份? 他不是大佬 他一定是 最少他一… 是不是? 给我们印象施老板太厉害了 厉害到这样 不过我们看到这件事 大家就不要因此对这个警委会有什么 真是恶的事 他敢不敢理? 政府他敢不敢理? 他卖地的那些绝对不是竞争 违反竞争 是不是? 中国那些大商 大地产商 它联手托着地价 大地产商 跟香港那些不要卖啊 不要卖啊 它可不可以去查它啊? 敢不敢查它啊? 现在除了李嘉诚 我照卖 如果不是 现在还是扔着架子嘛 这些人不出声 是不是? 警委会会不会出声 是不是? 政府为什么不开放多些土地啊? 这些当然也不会出声 最大的垄断者就是政府 香港的经济其实是小的 体量小的 那你难免是有一些所谓理论作违反经济的行为的 难免的 那也不是说不好 有个警委会会在那里吓着那些人 但是就不要给他们这么大的光环 即是维护了我们自由经济 会令到我们更加繁荣安定 可能恰恰相反的 我简单和大家说 我的研究显示 美国就是提出这些Shermanet 那些Anti-Trust Law最早的 十九世纪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到了他经济不景的时候 他是不理的 不做的 所以我看到这些案例 精彩的案例全部是欧洲 欧盟警委告这个不行? 百事可乐 可可乐在美国有没有被告? 没有 在欧洲被人告 美国在美国有没有事? 没有 有没有事? 没有 有没有被美国的敬礼会告? 没有 但是在欧洲被人告 就是这样的 美国不是自由经济吗? 是不是? 我们的李兆富都是崇拜美国的自由经济去了他那里 现在你有没有了解清楚? 太高层次了这些 有空才说 好 说完了今天 这样五十分 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又长气了 我经常想限制四十多分 要吹到三点 算了 那就完了 多谢大家 有二千多人都不离不弃 我在这里明明是沉的了 还继续听 大家出去运动吧 天气甚好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ohns 和声音乐 Whitney Nichols